我 我 我是不是 又 又说多话了 那个 你别笑话我啊 但是喜爱 那个 我真想娶你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是真心话 我骚怪要是撒谎的话 天打五雷后 我答应嫁给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 喜爱 我跟你说 喜爱 我身体特别好 我扛着大米 我给跑一座山的 我命还特别硬 我不怕你笑话 我有一次喝多了 我在雪地里头 我躺了一夜 我都没死 少官 我真喜爱说话算数 我ême尽航也有媳妇了 あります 我嫂鬼也有媳妇了 撒谷也有媳妇了 我素官也有媳妇了 有媳妇啦 行 我来吧 慢点 天明啊 你妈说实话 你跟喜爱真的没事啊 妈 乐乐不信我 你也不信你儿的 你说现在这事情弄到这地步 这乐乐又闹腾了 我看啊 还真留不住了 天明 反正她也生不了娃 离了正好 这婚不能离 乐乐是有毛病 可生不了娃也不怪她呀 再说了 这次事是个误会 我跟乐乐真离了 那这屎盆子 就真口喜爱头上了 都啥时候了 还替别人嘲笑 妈 我一男的 被别人误会就误会了 可是名声 对一个女人来说 多重要啊 喜爱本身就被别人 指指点点说她客服 这件事情在村子里 在做事了 让喜爱下半辈子咋过呀 这婚绝对不能离 天明说得对 这个时候离婚 不管是天明还是喜爱 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那你说咋办 先量着她 反正这个乐乐 也不是头一次回娘家 你说呢 爸 你信我 你是我儿子 我不信你信谁啊 对了 天明 我怎么刚才在村里头碰的这骚怪 她怎么边跑边喊着 说这个喜爱 答应嫁给她了 啥 喜爱 你胡说八道些啥呀 妈 我没胡说八道 我准备跟骚怪结婚了 我和她已经说好了 她是穷了点 但她人不坏 我是认真的 是吧 是啊 善儿 不行 我不同意 善儿 我会好好爱她 我会让喜爱过上好日子的 您放心 我会像陈曾强一样 好好孝顺您 我们也说好了 等我们把债都还完以后 我们再结婚 滚 善儿 我过两天再来看您 喜爱 喜爱 顾天边你来干什么呀 你来了 你们俩 对对对 我们俩要结婚了怎么了 顾天边我跟你说 你要有什么事咱俩单独说去 好吗 走 走走 走滚 你答应嫁给她了 这还用问吗 喜爱已经答应嫁给我了 喜爱是我媳妇 你要是在想使什么坏心眼的话 我就跟你没完 骚乖 你先回去吧 我跟天明单独聊几句 他 你回去把要洗的衣服收拾出来 一会儿我去给你洗了 那我在家等你 快点啊 你是为了证明咱俩是清白的 才答应嫁给骚乖的是吗 当然不是 我没那么高尚 为了成全你们牺牲自己 所以你不要有负担 而且 骚乖他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 真心喜欢我的 他真心想跟你在一起 他喜欢你 是 骚乖这人没啥大能耐 可是他稀罕我 他为了保护我 他能豁出命去 就冲这一点 我知足了 天明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找找乐乐 跟他谈一谈 解释清楚了 这种事情 跟哪个女人身上 一下子都接受不了 他现在在气头上 等他气消了 他会明白的 不就是个误会吗 我和你 我们之间干干净净的 有啥解释不清楚的 再说了 你是啥样的人 露了心里跟明镜一样 他现在就是跟你 使小性子 他以前跟你闹离婚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所以只要你诚心诚意地 去找他 好好地跟他解释清楚 这个误会肯定能消除的 我来是说你和骚怪的事 你别想多了 赶紧去把乐乐接回来吧 来 停 爸 干啥呢 没事 那什么 你们 你干啥去 我进城买点东西 是去找乐乐吧 一人夫妻百人 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 可事情闹到这份上了 还有挽留的余滴吗 试试吧 要是劝不回来 我也认命了 那好 我跟你一块儿去 爸 你去干啥呀 妈这还病着呢 家里不能没人照顾 没事 她那病快好了 我陪你去呢 多个人 多张嘴 你兴起关点儿用 走吧 这件漂亮 我觉得特别合适你 嫂子 穿上好看 颜色也合适 就拿这件吧 这件合适 我送给你了 你去 包 这大金哥掏这么多钱 我怎么好意思呢 这 别叫大金哥 我管你叫嫂子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看看要啥合适 嫂子 这件也好 你看这搭的 微博也好看 真好看 这件也拿上啊 这 来来来 包 嫂怪 今天把你捣执成这样了 来来来 把你捣执 改头换面了 听说人邪要嫁给你 你小子使得啥坏招 我嫂怪不早就说了吗 我肯定能娶着他 反正当时你不信 先在心了吧 贵也能卖的 那你啥时候结婚呢 那都不着急 反正等那个老房子 都翻新好了以后再结呗 你家那个破房子 就不要翻新了嘛 我跟你说 直接擦了 干新的 对 那你给钱了 来 喝些酒啊 别看来见 妈 婶子来了 妈 清姐 我你可来了 这是咋回事啊 这喜爱脑子进水了吧 她咋突然想起 要嫁一个叫 骚怪 听这名字 我这心里边就堵得慌 我跟你说我也想不通 连她怎么能看上她呢 所以我说呀 赶紧把你给请过来 咱俩也说道说道 那个 那说 赶紧去到鱼塘 把嫂子给叫回来 来 清姐 母女坐 坐 你不要挤一杯挤啊 我真是 这个人哪 他就是个二零屋子 一听我这脑袋就大了 开慢点啊 哥 回来了 回来了 买了些衣服 那我先进屋了啊 哥 嫂子 你来干吗呀 天明接六了回家 我顺便进城办点事 我的家在这儿 乐乐 都这么长时间了 两口子之间 就算有天大的仇 也该放下 回家吧 回家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秦家公 这话你也说得太轻松了吧 你说放下就放下了 我们还放不下呢 乐乐 你说 我咋做你才能跟我回去 天明 不是我说你 自从我们乐乐呢 嫁到你们家之后 这就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 这 要啥没啥 我们乐乐当初可真是瞎了眼了 才嫁到你们骨架 但凡她要嫁到其他人家 早都去当少奶奶 享清福去了 乐乐她嫂子 那我家是啥情况 乐乐嫁过来之前 她清清楚楚 那要真嫌我们家穷 当初就不会嫁过来 你现在是怪我们家乐乐了 是吧 嫂子 我爸不是你意思 顾天明 你要是来劝我 你现在就走 你要是来离婚 我们俩现在就去明证据 乐乐 我是过来人 听我一句劝 好吗 两口子过日子 那都是磕磕磕磕磕一辈子 你跟天明能走到一块 那可是缘分哪 行行行 那不想跟你们再说了 乐乐她嫂子 我这趟来也没啥好带的 这是自家地里种的黄豆 你留点尝尝馅 这城里有钱 什么东西买不到 想买一袋豆子 就让我们乐乐回心转意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拿走 我现在就回家拿结婚证 去跟你办离婚 爸 咱走 你瞧吧你这 站没个站下 你别晃了你给我站直了 妈 谁是你妈 妈 你就是那个骚怪 我有大名 我叫补中秋 那好你既然来了我就问问你 你想娶我家喜爱让她嫁给你 那你们俩将来的日子咋过 我我都挺喜爱的 她只要指动我肯定不忘惜 我保证我一定好好爱她 好好关心她 我保证不让别人欺负她 别跟我这儿虚头霸脑的 你说说具体的 我听说 你连天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鱼汤有我股份 等鱼汤赚了钱以后 我就把我那房子好好收拾一下 我那房子确实有点太破了 不能委屈了喜爱 但是那个喜爱说呀 她想先把那个 骨骨门家的债都还完以后 我们再结婚 我都同意 我都答应 我没问题 你没问题 我有问题 我是不会让喜爱 在五谷博存待一辈子的 这个村子把她伤了 她没法待了 那我能倒插门啊 你先 反正喜爱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以后生了孩子 跟喜爱信我都答应 行了 行了 你别说了 这样吧 你回去吧 我跟我女儿还有话要说呢 你走吧 你先回去吧 妈 那我走了啊 她 她就这样是吧 谁是她妈呀 我这还没答应呢 喜爱 你跟妈说实话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妈呀 没有 我才不信呢 你要是没有别的原因 你能一时冲动 就这么随随便便 找这么个人 把自己给打发了 你这也太草率了吧 妈 我不是一时冲动 我小的时候 你不是经常跟我说 看人别看表面 骚怪这人 就是表面上 看着赖赖唧唧的 其实他内心非常善良 他是一个好人 只是你不了解他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 但是这是我心甘情愿 做的决定 我想自己做一回主 哪一次不是你自己做的主啊 当初门槛没的时候 你非要留下还债 后来为了留下门槛的娃 你差点把自己的身体弄垮了 妈三番五次地劝你都不听 最终还不都是你自己做了主啊 那您就再依我一回吧 可妈心里这个坎过不去 妈是替你憋屈啊 我不憋屈 真的 你翅膀硬了 又经历了这么多 不该是你这个年纪承担的事 妈管不了你了 可妈真是希望 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 我认真考虑 一定认真 好 乐乐 这啥 结婚那会儿给你买的首饰 我不要了 拿着吧 你走了 我留着 也没啥用 词谣 快 干啥呢你 你干啥呢你吓死我了 我这不是听说你盖新房子吗 怎么样 运输方便交给我 绝对给你便宜点 谁说我要盖房子的 那听他们胡说呢吧 我就稍微修修 不管你是修房子还是盖房子 那咋也能帮上忙不是 石灰水泥都能给你弄得来 那得多贵呀 我没钱我就自己弄弄得了 你不是傻啊你 没钱给你 人谁爱要啊 他不是有钱吗 修房子他能不给你些钱 那哪行啊 那是个女人 我骚怪不管怎么着 我也是大老爷们儿 我能问他要钱吗 我没钱反正就自己弄弄就行 真不修了 那你要给钱我就修呗 给你想个招 啥啥 原本你家地图那几个大树 值几个钱 看了去 我照路子给你卖了 咋不咋的 也卖的千二八百块钱的 这钱不就 缩的一下来了吗 怎么样 那不行 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我要卖了的话 那老祖宗已经都被我败光了 都不能卖 你这这不行 那不行 那你慢慢在这折腾 你这烂破房子吧 出什么主意呢 天明 天明 没事吧 我能有啥事啊 这不私料都弄好了吗 过两天 再去买几百斤糟糠磨成戏粉当主料 就够位了 你们还是离了 对不住 你有啥对的是对不住的 我去找他解释过了 可是他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们俩的事怨不到任何人 如果没有那天的事 也许你们两个就不会理了 不会吗 鞋穿在脚上合不合适 只有自己清楚 我们俩走到今天的地步 就算没有那天的事 也是早一天晚一天 以前你们俩吵架因为我 现在离婚又是因为我 有的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就是有问题 咋谁碰上我都倒霉了 来 来 辣子 怎么又多拿了双筷子 哎 忘了 哎 你们这些娃呀 娶个媳妇多不容易 说离就离 那怕啥呀 咱们家条件都不是多差 天明啊 过两天 妈再托人给你再找一个 现在好男人少 好姑娘还不多得是 妈 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那也不能离了就不接了呀 妈 放心 这婚呢我肯定还得再结 将来呢 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温柔善良 知数大理的 吃饭吧 妈 这是咋了 没事儿 心里憋得慌呗 你又不舒服了 没有 小艾啊 我就是想不通 骚怪最近啊 变化挺大的 人也不那么邋遢了 也变勤快了 可是有句老话说得好 江山一改病行难移 他骚怪毕竟是骚怪 我总怕他是装的 所以你真得好好想想 你真的心甘情愿嫁给他 是 我替你去的活 有啥可去的 瞧他穷的样 连个像样的婚礼都不能给你 你就这么就嫁了 要啥婚礼啊 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你心可真大呀 来了 还无奉 来了 来了 好吧 来了 都是我儿肌的 噶 哦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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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就是那天你说 那个树 它到底能卖多少钱呢 少了几百块 多了上千块了 反正我也不知道 别犹豫了 赶紧卖了吧 过几年生虫了 不买好价钱了 行 我卖 这就对了 走了啊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啊 放心吧 我没偷没抢 你跟我说实话 你没有干歪门邪道的事吧 没有 我保证 骚乖 你个不要脸的 你干这缺带事 你也不敢遭报应啊 什么 你凭啥砍我家树啊你 嫂子这是咋的了 我问你凭啥砍我家树 砍你家树 我没砍你们家树啊 那是我们家树 你嚷嚷啥呢这是 我们就嚷嚷 那树长在我家地里 咋说你家树了 行了 别吵了 都说说到底咋回事 他一大早把我家树给砍了 我告诉你 你必须得给我赔 你不是跟我说 没头没腔吗 咋还砍了别人家的树啊 那是咱们家自己的树 那是我爷爷种的 两个大树长大以后 就落了种子 长了一棵小树 我就把那三棵树 全都卖了 不是 那现在是在我家地里长着 你扛你家树 你扛我家树要吗 那行 那就算是在你家地下里 那也是我们家的大树 长大以后弄了种子 才长了小树 那树还是我们家的呀 你少来 那树长在我家地里 那就是我家树 你招呼也不打你就砍了 你就是个贼 你不要理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能不讲理呢 咋 骚怪行了 我们家的树 我们家的树 三个 那是我们家树 别打了试试 别吵了 我听明白了 骚怪砍自己家树的时候 连带着把你们家 那棵小树也给砍了 是吧 啥叫小树呀 那长得快点 那长大可值钱呢 行了 嫂子 有事说事 现在树已经砍了 该赔咱们就赔 多少钱你说吧 五百 五百 五百块钱 我这三棵树 才卖了不到几百块钱 你手腕粗的树 就要五百块钱 你们俩屠匪呢 你就说你赔不赔吧 不赔 不赔我就去镇上 派出所告你 我就吓着了 陈总 没说不赔给你 但是这价 不是你随便喊的 这树本来就长在 边界上有争议 现在我们不争了 这样吧 一百块钱 行吗 行 不行 行啥行啊 最少也得三百 嫂子 你胡搅蛮缠的功夫 我是见过的 你要是不讲理 那咱们就去派出所 这是明示问题 骚怪也蹲不了大牢 到时候别说三百 连一百你都要不上 你要飞去 那咱们就试试 行 一百也不少 一百就一百 算我们吃贵 虾 给它们 媳妇 以后别干占小便宜的事了 占小便宜吃大亏 要干就干大事 堂堂正正的事 你说你好好的 咱想起来把老树给砍了 那留着以后新许盖房子 还能用得上呢 我不是想给你办一个像样的婚礼吗 咱们本来就没什么钱 现在又给刘四儿拿出了一百块钱 那咱们现在就更没钱办婚礼了 你咋这么傻呢 我跟你说了我不在乎 我没骗你 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你说就为了这儿 好好地树砍了 还惹得人家刘四媳妇上门来嘛 值吗 当然值了 我骚鬼做梦都要娶你 我死了都值 不许再胡说八道了 啥风光的婚礼我都不想要 我现在 就想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过日子 你在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呢 喜爱 咱们现在确实没钱 也没有好房子 但是我相信 只要有你在 咱们的日子肯定一天比一天好 天明啊 表面上看着没啥 可我看得出来 他心里啊 肯定挺难受的 正好 照这么下去啊 别憋出病了呀 离婚这事 谁能好受 没事 时间一长就好了 前一阵子啊 咱们给他介绍那个姑娘 人马上要结婚了 妈 现在再娶个媳妇啊 不是那么容易的 妈 我的事呢您就别操心了 不是跟您说过吗 婚我肯定是要再结的 只是现在我不想考虑这事 那你想干啥呀 现在鱼塘也建成了 咱再娶个媳妇 好好打理鱼塘 闲下来的时候 咱再凑钱啊把车买回来 你继续开你的车多好啊 鱼塘那边现在有骚鬼和喜爱 打理着 挺踏实的 车嘛不想开了 总不能一辈子跑客运吧 那你接下来准备干啥啊 妈 我出去走走 你过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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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看你 咋了这是 还喝上酒了 喝一口 我待会儿值夜班呢 不能喝 小鬼 我呢以前对你有偏见 别 别恨我呀 哪儿的话呀 都忘了 不记得了 天边 喝多了 赶紧回去吧 这儿有我呢 这儿有我呢 那你在这儿看着吧 以后这儿鱼塘啊 就靠你俩经营了 行 放心吧 你俩又结婚了 你俩又结婚了 红包呢 我先给你 这 这不合适吧这 有啥不合适的呀 拿着 谢谢 回去了 走了啊 走了啊 慢点儿 你是咱们 来 你俩干啥呢 你俩干啥呢 我闭嘴 你心里骗我弄死了 走 你俩 出事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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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骚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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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咋了 你不去看人家 酸酿机 有人要痛击起 这都杀手了 走 我送你去医院 不不不不走 咋了 我这个队好像多了 是 退断了 你是鼓中秋的家主 我是 我们刚看了一下片子 我们怀疑是古爱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另外 你得多准备点钱 不加后续治疗 万把钱的肯定是要有的 古爱 不就是腿摔断了吗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我也希望是我弄错了 是不是古爱 我们还要做进行会的检查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好吧 古爱 对 是 是的 来 妈 你这 你进门还没吃口热肉饭呢 干啥去啊 我着急去医院交钱 亚王爷索命还得挑个一十万色呢 把饭吃了再去 我现在哪还吃得下去东西啊 一个大活人等着救命起来了 那怎么呢 那怎么 你不吃饭就能来钱了 你再把身体搞垮了 不更麻烦了吗 吃 说啥也得吃点 吃点啊 我看着他吃 我想把鱼塘给盘出去 你说啥 我说我想找天明商量一下 把鱼塘给盘出去 我的妈呀 这鱼塘刚刚见影 怎么就把它盘出去呢 你说咋办 现在钱不够啊 咱想想别的办法呗 找人借一借 等这鱼塘成了气候啊 很快就能把钱还上了 等不了了 啥没了都可以再挣 这人要是没了 就真没了 我先去了啊 不行 这鱼塘建起来不容易 这要转出去可就没了 再说了 鱼塘还有贷款呢 就算转出去了 这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到钱呀 那咋办 这可等着救命呢 我记得我爸好像说过 咱们村儿有扶平民了 我去给骚贵争取一下 行 那谢谢了 我先回家去 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你咋醒了 就我心里像成草了一样 我想赶紧回去 要不然鱼塘怎么办呢 鱼塘的事你就放心吧 有我呢 再说了 等你以后身体好了 有你忙的呢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咱们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往物体洞里扔钱 见不着底 听不见声呢 走吧 那你也得在这儿给我待着 看我给你买啥了 啥 这么想 你最喜欢吃的虾 饿了吧 香吗 我记得你跟我提过一回 说你喜欢吃茴香虾 今天来不及给你做了 咋了 咋了 这咋好好的哭起来了啊 这是咋了吗 咋了 真是 咋了 我觉得现在真好 我以前一个人的时候 要是生病了 没有 连一口热水热饭都没有 可是现在 趁热吃 嗯